大家好,我是曹雨萍,今天是10月19号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水柿子 很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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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打完篮球啊,平时没有穿这么薄了,手也没洗 所以616凉一凉 今天呢,在家里待着 中午12点的时候,太阳特别好,天特别蓝 我就出去在松子里面溜一圈 出去碰到我家邻居,一个叫柯娃的人 柯娃的人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呀,早上中午12点呢 你是出来吃早饭吗 然后又说,我都准备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叫你起床了 我说你别笑话我 你要是去跟你儿子儿媳儿住一起 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儿子在东北那个辽阳油田嘛 去过,在盘景 我说,你们要生活在一起 你跟年轻人也过不到一起去 生活节律完全不一样 我说,你知道我昨晚几点睡吗 我都会,至少有一点了吧 当然我也不是12点起来是吧 我8点多就起来了 我还是吃个早餐 你没见我,一上午都在工作 然后,聊了一会就进来了 那么,其实我在干嘛呢 这个工作就是 我最近当然就是在剪视频 之前真的是在拖延 这个拖延症非常的严重 当然也是一种所谓的完美主义吧 就是老觉得这个片子没有拍完 然后,本来我也想写一个主题曲 就叫脚团 然后,本来就是想弄一个什么 rap之类的这种风格 那么普取本身不重要 写字就比较重要一点 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对吧 对我这样初学的人 但是你也要去学这些电子普取软件啊 然后,我之前就在这些事情上 给自己找借口 然后,就拖了很长时间 当然也是拍完戏之后 有一段时间,确实 别的栏树出去逛逛 然后,松散了一下 最近这是什么事都over了 是吧 所以,就终于有点时间去开始干正事了 我们的所有的正事都是在 这个,咸篇扯完之后才正式开始 然后呢,还发现这个真的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 想把,昨天的时候就想把这个视频导进去 导进去 我想把所有东西导进去之后 我先输出一个很大的文件 我先看看这个素材 从头看到尾 从第一幕看到最后一幕 到底是个什么效果 结果一预览,还没导入呢 就发现那个内存实用68% 然后就直接软件卡住 就自己都退出来了 甚至电脑都没办法用心 所以我说,你看这就是很坑爹 我当时买电脑的时候 我还去问了那个武导 我说这个 我们手机拍的这些视频 用什么电脑配置来剪了 他说,就你们那个视频 就是随便 试个电脑就能剪 所以我买的时候 还都按这个 一般这个家用电脑的高配置去买的 就花了4000多块钱 还有一个比较高配置的电脑 因为这本来就一般人都用不上 结果,我也没想到 现在出了问题了 我去问他 他就说这个显卡可能有问题 内存可能有问题 但总之我也不能怪他 可能就是 他其实对这些事情也不懂 或者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从来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不管他剪的那个 他的那个事情是GK的 他的那个故事呢 基本上就是一时流 就他也没有也没有剧本 也没有编剧 就他到了现场 自己想着怎么拍就怎么拍 我们去参加过这个 用周少波的说法就是 他们特别追求这个图画画面的美 或者美感 用他自己那个舞蹈的话就是高级 特别高级 但是呢没有什么情节 就玩酷玩炫这种东西 周少波的洋化就是 这些人就是被电影学院给弄废了弄残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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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还是很感觉舞蹈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风格不一样啊 就走的那个路不一样 但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他那个电脑 其实也有可能是别人给他设置的 就是他已经在里面设置了一个代理剪辑的功能 这是我今天在学习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原视频做一个类似于影射一样的啊 D版本的小视频 然后你这个D版本上面进行剪辑的那些所有的那些 Mark的那些点特效还有这些程序 FX这些东西全部都会投射到最终的那个版本上 那就是最后的那个版本是在原素材上进行的那个效果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在最后啊 今天我摸索的最后其实算是解决了 而且呢今天啊为了让这个东西顺畅呢 我还重装了这个系统 之前装的是温7啊今天就装了温10 装了温10之后有一个amazing的效果 你知道干嘛吗 我竟然能够实现这个windows的翻墙 电脑的翻墙了非常的流畅 哎呀这个单身汉的生活又多了一个乐趣 所以我就总来要是去买那个类虫条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是卖类虫条的 他就给我 因为他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特别迫切的像做我这一单生意 因为毕竟是同学嘛对吧 本来他就你想买类虫条给你们卖个类虫条不就完了吗 他就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他就把我问来问去 然后很多人的反馈就说你可能啊这个我们从来都是这个 接红的或者说一些电视台的这些素材 没有没有这么大的也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长的 所以就遇不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你这样以此去要倒上百计的视频进去 肯定也会遇到这个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建议我说你就先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剪 后来我想其实也是个道理 就是我现在毕竟有一百目嘛 那我就先分开一幕一幕的去剪 虽然这个剪了之后后面把它拼起来也麻烦哈 因为你要导出来可能就是原视频 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 没办法在最后那个版本当中保证它的那个视频治疗 但这也是不视为一种方式啊 就是毕竟我们每一幕其实都拍了很多素材 这些素材要合到一起去也是很费劲的 Eleway啊就是总之到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拍了一个月的视频到今天算是终于啊 我有一个一个剪辑的大的方向和工作方案 而且我在这个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啊 包括我看以前的这些素材 今天是看了很多我们以前拍的这些素材 当时觉得啊一般的现在觉得还不错啊 其实真的要是当时用点新拍 然后多加点特写再加点那个呃 角度镜头的话 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好电影啊 但现在就先不说这么多了 总之呃 这激发了我一个忽然真的啊 想特别想去用视频这样一个工具 去创业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视频时代呢 就很多人有很多的呃 很多的这种观点其实 而且这个呃 看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他有这种需求 那么我经过这200多期这个去保日子的修炼呢 总之是可以脱稿啊 就讲一大堆东西出来的 虽然有点啰嗦有点啊冗长 呃 但是呢就如果我们就事先有有准备 然后完了之后视频有所剪辑 再配上一些特效的话 其实还是有人看的啊 然后我们只要这个选题啊不要太敏感啊 只要能能长序经营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啊 因为这个我我至少觉得律师圈的有这样一个需求啊 比如说你讨论一些案件啊一些新的法律啊 我们就就是那个视频来来弄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打定主意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英啊至少是无心插柳对吧 柳不柳成英呢就看后面的效果不看广告看聊笑吧 希望我这个巨大的美丽的商业计划能够成功 今天晚上我还有点事儿我要去跟一些朋友聊个天 那今天现在就先到这儿看一下北方的麦田